位在金山區的四維陸地 有一棟從去年開始興建的住宅社區 不過附近居民反映 這一棟社區蓋好之後 附近居民住家的後方空地就時常積水 再加上今年一旁又有一個超過10層樓的興建案 正在興建當中 將眼前的這一塊空地圍了起來 積水更加的嚴重 而民眾也反映 除了會影響環境造成蚊蟲滋生之外 甚至還會水淹附近的民宅 現在就是自從建廂來做之後 我們的水流越濺越高越濺越高 就要走在臉上滴味了 還有一些蚊蚱都走在臉上滴味 影響我們的廚品還炒 還有衛生蚊蚱蚱 燈國熱 我們就讓蚊架成這樣 但是不能因為他們蓋了房子之後 後續的排水系統沒有做好 讓他們每逢下雨都淹水或積水 我相信長期來 而且一年多了 造成他們這樣居住的一個疑慮 跟困擾 那我會責成他們這兩個禮拜之內 一定要做一個答案 給這樣子的世維路德格民眾一個交代 附近的住戶就說 從去年開始反映卻拖了好久 沒有人願意處理 而今天也求助議員周亞林 惠同市府公務局以及建商前來協調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左邊的正是目前正在新建的社區 而中間則是已經蓋好的大樓 右邊整排的就是附近居民的住家 而後方的農地就是美玉大雨就會淹水的地方 而建商今天也對公務局承諾 會來解決這個問題 林董 看你有辦法想 我是這樣想 這個水對不對 我負責拿馬達來抽 這裡附近這個可以走嗎 先把它打通 這裡就對了 我有抽 至於說那個因為它本來 他們就有那個水利機 有評估這個事情 這個部分有水利 他們水利原來比較方便 水利是來評估看怎麼樣 他們在訂看什麼時間說 周亞人講說 給大家報告說就這樣做 那我們已經有責成建商 針對這個積水的部分 有短期跟長期的這個解決的辦法 第一個我們要求建商在三天內 把這個抽水的 積水的部分要做一個抽水完成 那至於長期的部分 我們也要求建商在兩個禮拜內 這個請水利技師做出這個區域的一個 這個水紋的一個 這個排水設施的一個計畫 那今天呢 我也質疑了很多我們的相關單位 這樣子在建造或使用值在核發的過程當中 難道沒有兼顧到所謂這樣子的整體 全面性的一個水溝的排放嗎 市府公務局表示 未來將會要求建商先將這裡的積水先行抽乾 再由兩個建商自行協調 來請專業的技師來評估 做後續長期的排水計畫 而這些都要在市府以及議員的監督之下由建商完成 而另外議員也質疑 當初市府公務局在審核建商的執照時 居然沒有考慮到排水問題 顯示出公部門當初沒有做好把關 才會讓問題延當至今 記者許斷易金山採訪報導